日本流行美人素宝的情人物语 大家好 我是爱讲日本情人故事的素宝君 通常我们说到烟花 总是会将它和盛大 灿烂 浪漫联系到一起 但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幕后 默默无闻的烟花师们 现实中 烟花师的生活并不浪漫 他们每天和火药 硫磺 木炭 硝酸甲打交道 复杂而危险 今天 素宝君就为大家讲述一下 日本烟花师们的故事 日语里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词 叫风舞诗 福不此息 就像樱花之于春天 枫叶之于秋天 白雪之于冬天 日本夏季的风舞诗 是西瓜 是风铃 是暴雨后躁动的蝉铃 但所有人都会同意 最能代表夏天的 非烟花莫属 烟花 日语里叫做花火 就像山下之久 曾在日剧 Saber Nudo 裸夏 的花絮里说过 关于夏天的记忆 是花火 雨衣 和长泽雅美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日本流行每日苏宝频道的朋友 请记住 这里是苏宝君的奇人物语 我会挑选那些让人吃惊 意外 感人的故事 讲述那些奇葩 奇特 传奇的日本奇人 通过他们的生活背景 了解日本的文化 通过他们的成长经历 了解日本流行 在开始听故事之前 请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给视频点个赞 然后打个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每个故事了 那好 马上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主角就是 九米川河行 与野村洋溢 守护日本夜空的烟花师们 确实 日本的夏季 比任何一个季节 都要灿烂和绚丽 因为有花火大会 花火大会 新于江湖时代 相传 当时是为了消灾解难 祭奠亡灵 如今它作为一项传统活动 成了点缀日本夏夜天空 不可缺少的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 日本整个夏天 会举办上百场花火大会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由日本三大花火大会 支撑的 长岗季花火大会 秋田大举花火竞技大会 和次城图谱花火竞技大会 然而 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日本全国的花火大会 都终止了 大概谁也没见过 如此安静的夏天吧 不过 同样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2020年7月24日 日本决定悄悄地 在全国范围 进行一场 启放烟花的大项目 7月24日 这原本是东京奥运会 开幕的日子 大批的烟花 本应该在东京奥运 主场馆的上空 向世人绚丽绽绽放 奥运会虽然延期了 但日本政府决定 夏季的风务诗 还是要吟唱起来 为了防止人群聚集 官方只公布了 燃放烟花的时间 并没有透露具体地点 7月24日晚上8点 日本47都道府县 从最北端的北海道 到最南端的冲绳 百余名烟花师 一起将烟花打上天空 烟花绽放的瞬间 被有幸在附近观赏的居民们 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开来 灿烂美妙的花火 为在疫情笼罩下的很多人 带去了力量和希望 没有花火的夏天 还能称得上是夏天吗 这是日本烟花师们 最后的坚持 这动人的一幕 被日本著名的人物 深度纪录片节目 情热大陆 记录了下来 在7月26日 播出的特别节目中 他们将目光对准了 绚烂烟花背后的男人 选取了百位烟花师傅中 最具代表的两位 九米川和行 与野村洋衣 九米川和行 出生在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 一个制造烟花的市家 今年46岁 从大阪艺术大学毕业后 他决定继承加业 潜心修行十年后 终于在2010年 成为了家族红色的 第四代掌位人 往年的夏天 烟花师们通常忙得不可想象 一场接一场的花火大会 甚至让他们没有时间睡觉 九米川和行说 今年的夏天可真漫长啊 我今年终于看到了海 上一次看海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此外 疫情下虽然没有了生意 但九米川和行 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安静地设计新的烟花 7月24日晚 九米川和行和团队 在临近秋田的青森县 将准备良久的烟花 逐一打上天空 虽然整个过程 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前来围观人群的热烈反应 让高大的他甚为感动 这时候 节目旁边说到 九米川和行的烟花 颜色淡雅 就像他不入声色的温柔 画面一转 带我们来到了 日本关东地区的次城县 那里有号称 日本第一烟花师的野村洋衣 野村洋衣已经68岁了 因为高超的烟花制造技艺 他在各项顶级的花火竞技大会上 获得了数不清的奖杯 历届的日本总理大臣 都为他颁过奖 在烟花中 蓝色是种特别的存在 因为化学反应的问题 蓝色烟花是最难呈现的一种色彩 而野村洋衣就善于制作最稀有的蓝色烟花 各种各样的蓝色 它的蓝色烟花 甚至在业界有野村蓝的美成 它的摄影师说 你看这不是单纯的一个颜色 在燃烟过程中 这里面至少盛下了三种不同的蓝 这是由起成转合的 就像一个故事 烟花是彻底的时间艺术 既生而既死 而一秒钟都在变化流动 一彩分成 瞬间挥花 野村洋衣将烟花比喻为 义无反顾的人生 从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到消失 只有短短五分钟 一切都在瞬间结束 干净逆碎 不留痕迹 而那转瞬而逝的凌冽的美 却永远落在了 看烟花的人的心中 节目最后 野村洋衣望着天空说 每次看到烟花绽放 我都会更想健康的 好好的活下去 这就是一场短暂的 烟花的一生的故事 也是那群守护着 日本夜空的烟花师们的故事 每次遇到煎熬的时期 苏博君总会想到 《基督山伯爵》书里的 最后一句话 人类的全部智慧 就包含在五个字里 等待和希望 明年夏天 让我们再一起去现场 看花火大会吧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既然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你一定觉得这个故事还不错 请抬起销售 给视频点个赞 还有关注也别忘了 小铃铛顺手开启 如果你有什么想上 苏博君讲的日本旗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好 我们下期再见